调整人物跟背景图的大小比例 那事实上,这个人物没办法帮你调 我们点这里进来 我的背景选上去的时候,帮他配起来看一下,我这张背景图 桌面这里 可是老师 最漂亮的那个月韵背影的,人可不可以在左下角 我直接告诉你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来 我们先把还是一样 变成一个去背的效果吧 恢复成去背 这个地方 在这里,回到颜色来,去背 好,我们刚下载过了嘛 这就去背效果,对不对 那回到简报了,我再加一页好了 这一页呢,在这里 先把背景图加进来,插入图片加两次啦 背景图在哪里呢,这去背先加进来好了 这背景去掉了 然后再把那个校园的图片放进来 校园图片在桌面,假设这是 这个是学校的校园图片 来来来,调顺序 点着他 最上层 最上层,对不对 那这里呢 你可以挑一条位置,调大小 我可以调这个 你可以在这里,三步转路转嘛 我觉得这样合适 那 按着Ctrl键在电脑式键里面呢 我现在是选到人哦 按着Ctrl键压着放 点这个 那同时选到这个 按右键做什么 一键很重要的事情叫做 群组 这时候呢 它就变成你要的这一组 所以你要怎么做 这弹性的做法 就可以这样来处理 这边 按着Ctrl键压着